威蒂玛拉翡翠简称威料翡翠 产于威蒂玛拉的和珅大断裂带的中生代蛇纹岩中 是近些年进入市场的翡翠新大类 其折射率为1.65至1.67 相对密度为3.33至3.34 主要矿物为硬域 与缅甸翡翠相似 威蒂玛拉翡翠的颜色丰富多样 涵盖绿、黑、紫、粉红等多个颜色 威料翡翠的组成矿物 以硬域或者绿灰石为主 威料中的绿色翡翠通常颜色发暗 或偏蓝或灰蓝的原因是 铁离子或钛离子的含量较高 而紫色品种的色彩所带的蓝色调 是钛离子所致 青色蓝色的品种 特别是称为宝石蓝的品种更为特殊 这使得它们与缅甸的翡翠存在一定的区别 整体而言 现在国内市场上的威料翡翠 普遍质地细腻但颜色偏暗 少见洋绿色但也有精品的产出 当其质地较细腻 黑灰色调浅的时候 便也是一件精品 若是冰透的质地加之一抹亮绿 其价值亦可比肩缅甸翡翠的高端货品 在当今的中端翡翠市场 约同品质下 威料翡翠的价格普遍低于缅甸翡翠 可以说是物美价廉的存在 但也存在着一定争议 可以说威料和免料各有所值平均喜欢 不过在市场上 缅甸翡翠毕竟是老牌王者 其主导地位也非一时半刻所能撼动的 好的家人们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恩您的聆听 我们下次见